在座各位好啊 这是向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就是开发将军里面的一个开源 ai 处理器 嗯 ok 首先在介绍之前呢 我想问一下大家大家有谁 就是在平常科研或者工作过程中使用 scala 语言 对 嗯好的 那接下来的话就是我想说一下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项目 varyf项目的话是基于 scala 和 chisel 的 所以说 嗯 总体我们这个 嗯 varyf 和 scala chisel 的关系 就是这个三角 嗯 这个三角 这个金字寒形一样 而 scala 呢 作为一个母语言 然后 chisel 呢 是基于 scala 开发的一个 dsl 语言 然后 sdxl 的话 zalings sdxl 是我们的一个测试部的平台 然后 基于这三个和 呃这三个 呃部件 然后我们去 去开发这个varyf项 开员压处理器 呃接下来的话我将 先为大家介绍一下 scala 和 chisel 啊 比较简单的 调查一下 因为大家 有一些比较好的变成基础 所以我只需要去录一些语法就可以了 嗯 好的 嗯 那首先呢 我给大家 演示一段 这个 chisel的代码 其实是 scala 和 chisel 混合的一个功能模块 这个功能模块呢 我们叫做 top module 然后呢 会发现 比如说很多像 就 list 还有就是 map 其实都是 scala 里面的一些语言特性 但是呢 在这个module里面 和这个 adder 其实就是 scala 就是 chisel的一些 它自定义的一些类 就是 module 类 然后 基于这个 module 类呢 我们就开发了 比如说一个加法器 或者一个 就是一个 multiplier OK 这个默认应该是有一个位宽的 行 这是为大家就是简单的 示例一下他们一个混合开发的一个代码 那接下来的话就是 首先我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scala的特性 scala的话 它其实是跟java是可以混合使用的 都是基于 jvm 它有比较好的面相对象的一个特性 还有这个城市编程 所以说 这两个特性呢 而且 基于此呢 scala还有非常 基于此使得scala 就非常好的一个灵活性 就是它可以被广泛的用于速度语言来去 开发一些 dsl 语言 OK 然后 嗯 这是第四点就是比较好的扩展性 现在有很多 据我们所了解的 各种各样的gscala 去开发的一些硬件开发语言 还有一些其他的语言都有 而且scala也广泛用在 有 spark 里面 用scala去编程和开发 嗯 OK 这是比较简单的一些定义 好吧 我们前面的话就快速过一下 因为 更的语言其实可能就是大同小异 但是 把一些具体不同的地方给大家说一下 比如说我在scala里面的话 我用var去 var其实就是variable 它这个定义的变量名的话 就是可随心指军 可变的 而val其实就是value 它的变量名呢 就是不可被重复制 这是简单的两个 就是在命令上输入的一个代码 然后这块的话就是基本类型 by short inter long 就跟java是比较像 嗯 再然后的话就是它的一个函数 它的函数定义 函数的方法定义方法的话 就是跟java也不太一样了 OK 它就是 dip max 然后它的一个类型的话是放在这个变量名的后边 然后返回值的类型是放在这个 呃 函数名的后面 然后用冒号 然后是就是函数体 OK 嗯 然后的话就是函数刻底化 这是我为什么要把这个特性拿出来呢 因为这个特性的话在切损也用的比较多 这个函数可以有任意的参数列表 然后当参数列表只有一个参数的时候 然后我可以用原货和框货来包裹 比如像这个 ad carry 还有多个参数列表 当然这些具体的话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再查一下 这就是简单的抛砖引语 嗯 传名传名函数 等于是一个五三函数入参 然后 他用这个等号然后大一号来去表示 OK 啊 这是类 对 刚才我们提到第一点的话 它就是Skyla有一个面向对象的一个特性 所以说 它这个 它有类和对象 类的话 在类里面的话 比如说Var和 Var修设的变量叫自断 然后自断的方法 统设为成员 然后还有一些public和private的一些 这个 选先的一些设置 嗯 这个例子的话就是一个 Sylen的一个例子 就是对于Skyla里面的类 然后类的话可以继承超类 但是它不能多数继承 然后 所以呢 它就 这个Skyla里面又引入了一个Trade Trade的话就是一个 叫做特质 这是对象 对象的话就是 我们比如说在Skyla里面开发的话 我可以用New class来去构造一个对象 这样的话没有数量限制 但是我也可以直接用一个object 去定一个对象 那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单例对象 它只有只有一个 然后就是Trade 而且刚才我提到了Trade的话就是它可以去多重继承多个Trade 也不能说继承吧 叫混入 Skyla里面叫混入多个Trade 然后不同的一些抽象的特征啊 或者什么的可以放在Trade里面 它的功能其实类似于Java里面的interface 然后这里的话就是介绍一下我们在Chisel里面经常用到的比如说数组啊 类似圆子 还有Sat 其中一些Sat里面有一些 要常用的一些API 就是Map Foreach 和Zip 它其实都是Skyla语法 但是在Chisel里面去做硬件开发的时候其实非常的方便 比如说我想生成一堆这种寄存器 或者生成一堆这种加法器 我不用像Vlog里面我一个一个一个写 我就可以直接就用Map生成就可以了 然后前面就是Skyla简介 接下来的话我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Chisel的一些用法 Chisel它原来是什么 原来Chisel是源于UCB的一个两个科技组开发的 但最开始是开发Chisel也是为了去开发RiskFile处理器 这样的话就是 据Chisel可以实现敏捷开发 然后快速迭代 然后去测试ChiselFile这个指定集 到底是不是比其他的指定集更优 它作为一个硬件开发语言 然后相对于其他的几种硬件开发语言 比如说Vlog HDL它的开发效率的话 可能相比传统的软件开发是效率可能很低的 而且它的发展的话也不是很快 现在好像标准还是大多遵从HOE的01几个标准 然后是Ctm Vlog Ctm Vlog是在Vlog的基础上 有一些面向对象的特性 但是它很多并不用于实际 而更多用于验证 然后Ctm C Ctm C的话其实就是基于C语言 开发了一个定义的一些类库 但是这有时候一些大公司 大公司一般用Ctm C 去模拟一些事物级的一些功能模式 而不是具体的硬件开发 所以说那这个ChiselFile 它作为一个硬件 其实它的正常就是 标准的一个定义 硬件构造语言 它不是硬件开发语言 它是用ConstructionLanguage 然后它的话就是基于 因为它是基于Scalar去开发的 所以说也有面向对象的一个特性 然后而且它可以生成可综合的Vlog 因为我们知道我在用Vlog 写的时候比如很多一些Tats等等 它是不可综合的 它可能只是在模拟的时候 你才用到这些语法 但是用Chisel生成的全都是可综合的 对于这样的话就是大大的减少新手 去上手练学习的一个壁垒 就是说我写上什么 它我就知道它一定是可以上半时跑的 然后Chisel还有一些模式匹配 模式匹配的话就是 刚才Scalar的时候没有介绍到 它也是 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 就是对于类的一个 这种位置的一个语法吧 就是说可以寻找匹配不同的类 这样的话就是在 使得在Scalar 在Chisel开发里面也非常方便 然后就是特质混入 还有类继绳等等 都是Scalar一些特性 然后呢 Chisel它虽然是基于Scalar开发 但是它也定义有自己的一些数据类型 比如说像 Uint Sint 这块写的不是很 对 这个EI应该是大型 排部类型 就是我们因为Scalar 那它里面已经 就是刚才PET里面 已经介绍了一些 自身的Scalar的数据类型 那Chisel 为了要定义 硬件中的一些数据类型 它就是拓展了一些 这些类 Uint Sint 分别是 无符号数据 无符号整数 然后是有符号整数 还有布尔类型 还有对 还有那个 OK 这是一些简单的实例 然后这是 项量VAC 这个T的话 就是它的数据类型 因为这个的话 我们可以分别 非常快的去定义一些 比如说计存器 或者说线网 一些类型 对 然后 这话就是 包裹 Bundle这个类 Bundle这个类的话 就是 它在Chisel里面用的非常多 它其实功能类似于C语言的Flag 就是把很多你想要的一些功能啊 或者说字段啊 然后都用一个Bundle 包裹 定义一个自己的Bundle 然后 这是七色的复制 复制的话 我多说一点点 就是 我想给大家提个醒 就是当大家 如果有兴趣的话 自己 我们下来之后 自己在了解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七色里面复制是不太一样的 当 比如说我声明一个 XO和Y 就是Aware类型的 那声明的时候 创建声明的时候 一定要用等号 而之后呢 如果 在接下来的代码中 我用到的时候 那 一定要用 这个冒号等号 来去 给这个变量去进行复制 其实它这个复制 在硬件上 最好用硬件上 理解就是连线的意思 就是 把不同的 外面进来的线啊 或者计算器的一些纸啊 给 连到这边 连到这个纸上面 或者连到这根线上面 让大家理解 然后 这是 这 这就是计算器笔型 然后它有三种具体的一些 数式化方式 比如 rag next rag int init rag 等等 然后端口列表 对 硬件开发嘛 就在vlog里面 我们一定要去 定义一些端口的 比如一个硬件模块 肯定是有输入输出的 有输入的话 我就 刚才介绍给大家介绍 这个vac 我就可以输入很多个 这个input 然后upput的话 就一个端口 32位宽 对w的话就是位宽 好的 那接下来的话就是 给大家总体的就是 把刚才chizzle这块 简单串一下 就是它数据类型 它基于scala开发 也定义了一些 自己的类型 那比如数据类型的话 具体的话就是 unit sint bundle vac 定义类型的话 io wire 然后比如说 表示端口方向的input upput flip flip就是翻转 就是输出输出翻转 这种 然后具体的话就是 系组里面的一个模块 比如说我非常定义 简单一个非常简单一个 加法器 然后这个加法器呢 你要是想生成硬件的话 你要去 itens 这个module 然后再之后呢 马上紧跟着 加入一个io的一些端口声明 再来的话就是一些 里面的功能的描述 因为你像这个io.s 和io.cout 都是已经声明过 所以说在这要复制的话 一定要用帽号等号 然后开发属于这样 引入这个 703的一个 安装包 这个转件库 这是对我这个 java器的一个测试 因为我开发一个 对吧 我不知道它的功能 轻水浴缝 那其次我 它也提供一个 单元测试这个功能 我就生成一个类 然后去扩展这个pickpock test 当然现在有更新 有更新 有更新别的一些 test的一些 呃 类库 然后用这个去pock 然后pock的话就是给值 stack的话就是 过一个周期 expect的话就是 我期望什么值 我看你能不能拿到 这个就是我要看哪个信号 然后我期望的话就是给这个值 看哪能不能拿到 跟我这个预期的值一样 以此来判断 这个功能是否正确 嗯 然后 上面这个 这个语句的话就是 用这个 udder 经过测试完事之后 这个功能是没问题的 那我们用这个语句 来去生成 vlog vlog 语句 然后用这个呢 是 ok 这个的话就是测试的一个 语句了 测试 这个例子写完之后 然后在这儿去运行 这运行测试 就是生成vlog 嗯 然后这里的话就是简单 跟大家说一下 chisel的话 它其实相当于scala 就是上外拓展一个 面向 硬件开发的一个DSL语言 它有很多 嗯 继承沿用 自scala 一些语法 非常灵活 而自己呢 也定义了一些 描述硬件的一些类 还有一些方法 嗯 所以说 从前而言的话就是scala 它是就是 非常适合于DSL速度语言 这是第一点放在这里 就是大家如果以后 有兴趣开发自己的 这个DSL语言 或者IoT 或者等等之类的 可以选择 可以考虑一下 scala语言 然后面向特性 面向对象 还有还用去编程 好 chisel的话就是 基于scala 写的一个专用语言 硬件 硬件 硬件模型构建思维 去写这个chisel 因为它是硬件构件语言 还有去写 嗯 开发这个硬件的一个具体的功能 而 这块的话就是跟软件开发不一样的地方 然后能够非常实验非常快速的敏捷开发 现在我们也非常提倡这个 敏捷开发困难 对 希望大家对硬件开发有兴趣的话 就可以多学习一下 这方面的一些东西 就是 很多 其实很多人对于chisel 一听到chisel的话 对于软件人员来说 硬件开发 已经太底层了吧 就是大家 就是 没有 与软件开发非常灵活 非常抽象 习惯对于硬件那种 可能一个周期一个周期级别的一个信号传递 可能就是 短时间内不太好 不太好 怎么说呢 就想清楚 但是现场 学习肯定是能可以学会的 对硬件人员来说的话 他们习惯用verilog 就已经非常 固定的一个思维 然后听说chisel你用scala scala那么灵活 好害怕 就是怕就是太灵活了怎么样 学习成本很高 确实它有一个学习曲线 但是它的学习曲线是 刚开始有点陡 但是其实学会之后发现 其实很好用 对于scala是这样 对chisel是这样 好的 我刚开始的话就是抛装引语 介绍一下scala语言 还有chisel语言 那接下来的话就是 先让我们特地开发的另一个同学 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项目的前端的一些功能 谢谢 那我也用中文 刚才真正说的有点小的错误 我这个东西其实叫编译后端 就是前端是有一个开源的项目 就是如果早上你们有听罗老师给的这个 就是chug的话 就是我们这个项目呢 是从某种中间表示开始 然后做一个编译后端 生成指令 然后再把指令 分发给我们用chisel写的一个微架构 然后在上面跑起来 那我们这个工作呢 就是这个虚线的空框里面的部分 就是编译后端生成指令 然后基本流程是这样子的 我们的就是中间表示的是tumir tum是什么呢 tum就是一个端到端的 一个编译帐 然后它的作用就是从tensorflow 或者pytouch这样子的就是前端描述 然后可以转换成它的这种ir 就是叫中间表示 然后由中间表示 再编译成各个后端 比如说FPGA 比如说GPU 或者是CPU的后端的那些指令 或者说它的程序的API 然后它的tumir的表示是这样写的 然后呢我们做的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有了IR之后我们做一部IR变换 变换之后会变成这个我们可以调用的API 然后调用API之后就生成指令 这部分等会会详细的把这个展开来说 有基本流程是这样子 我们这个东西的目的呢 就是把某种中间表示 转换成我们最后硬件可以用的指令 就像我们现在写那个C程序 我们写的是C程序 但是我们的ARM核又不认识我们写的C程序 所以我们也得要有个GCC这样的东西 把我们写的这种application 转换成就是你的Hotware可以读的那种指令流的形式 说到TVM中间表示我们就不得不提Hotware 就是整个TVM都是在Hotware上做的 Hotware是MIT计算科学和能工智能实验室 就开发了一种就针对图像处理的DSL 它的最大的特点是把计算和调度做了分离 就我们一般写程序就是比如说一个数多大怎么算 我们就都在程序里面写好了 它这个方法就不一样 它就是先把整个计算图给描述出来 然后再在后面做调度 调度就是把这个计算怎么算 怎么在硬件上算给说出来 然后计算图的特点呢 它就是一种特别简便的可以描述 就是图像的一个计算图 它是有很多从Fore循环组成的一个计算节点 等会会有个例子给大家看 然后它可以描述这个计算核心之间的依赖关系 以及每个计算核心就是这个Node的数据形状 然后它的调度呢就是 可以在不修改这个计算图的情况下 就修改调度方式 就可以映射到不同的硬件上了 所以它开发效率高 也适合我们来做这个 就是我们新写的一个处理器 然后为它做这个编译的一个中间表现 然后这个调度呢做的事情呢 其实就是指定每个计算核心 在每个步骤它所要处理的数据的大小和形状 其实也不是特别多事情 然后这是早上我们提到的我们这个指令的架构 就是主要分为红指令和微操作 就红指令大概可以理解成我告诉这个处理器 这一次要做什么东西 比如说我告诉他这次要做一个LU操作 然后就把这个红指令告诉这个处理器了 但处理器还没开始动 因为他不知道这个LU操作 他要处理哪方面的数据 所以就要有微指令就是告诉他处理就是天积量是多少数据 然后怎么处理 然后处理的这个数据最后就是处理方式 到底以什么样的精度处理 这个就是微指令的作用 然后呢我们这个东西呢是跟VTA这个关系比较深 就是VTA呢是TVM针对FPGA专门做的一个编译的后端 然后我们这里是因为是共享这个TVM的前端的 所以我们实现上会跟VTA有一定的相似 然后我们同时也是支持生成那个VTA指令 然后进行比对的 但是我们的定位跟他是不一样的 就是VTA定位是纯处理 纯的协处理器 就比如他有一个很大的网络 然后把其中的一个卷积 他标记了这是VTA做的 所以他就把这个卷积拿出来 拿出来之后放到FPQ上做 然后把算出来 结果返回到CPU 把其他东西都在CPU上做 我们这个是做一个 就是定制处理器的指令生成器 比如说我有一整个网络 然后把这个整个网络 全都编译成我们的代码 然后把我们的代码给 就是换到我们的专用的微架构上 然后在上面进行运行 就是我们这个生成指令的流程 大概就是这样子 就是CPU上就是运行我们的这个 这个编译器 然后会生成两个东西 一个是指令一个是数据 然后把指令和数据通过 PCIe 这种方式给传到我们这一整块FPQ上 然后FPQ上 然后FPQ就分几个部分 就是这里是memory 我们一般叫它of-chip memory 或者叫它T-LAM 就是用来存外面来的数据的 然后这上面有参数缓传 我们一般叫它S-LAM 或者是on-chip memory 然后我们这个东西 就其实是有三块memory 一块是在CPU上的 就是我们host端的memory 一块是device端的 叫of-chip memory 就是这一块 还有一块就是device端的 on-chip memory 就是这块 有三块memory 然后我在做计算数声明和调度的时候 他们要用到 所以先提一下 然后这里就给大家一个 我们做的编译的前段的一个例子 就大家如果对生存声明 有一点点了解的话 这个是一个特别简单 又特别就是特别流行的一个 一个卷积申请网络 就是lernet5 结构 它的结构很简单 就是由这个 一个32x32的一个图像 然后做一次卷积 再做一次述化 再做一次卷积 再做一次述化 再做一次述化 然后后面做那个叫全连接 然后最后会得到一个 就是分类的结果 然后我们这个东西呢 就是 针对它前面的 就是从第一个卷积到这个C5 然后做一个编译的一个示例 示例的话就是 我们分三个大的阶段 三个大的步骤 第一个步骤是计算图声明 计算图声明的话 就是把原先我们的计算图 给分成几个部分 这个stage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大家对我刚刚提到的 那个三个memory 就是三个memory 有概念的话 就是我们在做一整个这个 就是我们的processor 执行这个计算的时候 我们一开始是把host端 也就是CPU上的memory 换到我们这个obtubememory 也就是dlm上 然后在最后所有就是 所有阶段结束之后 会把那个obtubememory的东西 再还回CPU上 然后也就是说跟CPU 数据交互只有开头和最后 那我们这个 我们obtubememory 和obtubememory 就片上的两块memory 我们是在什么时候交互的呢 就是在这个stage 这个一个stage做什么事情 就是一个stage是把这个 片上的那个obtubememory 的数据给取过来 然后我们做计算 然后把它放到那个obtubememory 然后放了之后 它可能就是比如说 这个卷积做了一些计算 然后放到一块obtubememory上 然后后面又用这块的结果 做一下迟化 然后还在这个上面 然后我把卷积迟化都做完之后 把这个数据怎么样子放回 我们叫obtube 就是放回这个 我们叫dlm 或者叫obtubememory的地方 这个统称为一个stage 就是这两块memory之间的结果 交互被归到一个stage里面 同时stage也是就是调度的单位 就是同一个stage的 这个所有的计算节点 是放在一起调度了 等会给个例子 然后这个调度具体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有三个不同 第一个是根据我们这个计算的这个 workload 就是它的这个计算的规模 或者说复杂 然后得到一种好的调度方案 第二个是根据这个调度方案 把原先计算图进行切封 第三个是把切封之后的这个计算图 转换成我们现在可以用的就是API 转换成API之后 我们才能进行指令的生成 就是我们调度了API 然后就会生成我们的那个hardware 可以认识的这个指令 好接下来就是具体说的这流程 就是这里就是典型的那个 lern5的这个什么channel 什么width width之类参数 然后把它就生名成一些形状 然后生名成一些形状 就是它就变成计算图了 然后它还没变成计算图 它就是一个个placeholder 如果大家有用过那个tensorflow的话 就知道 就是tensorflow里面的placeholder 也大概长这样 然后我们这里有 两个略微的不同 第一个是我们这个东西 因为我们的后 就是我们的微架构是一个定点数的一个处理器 所以我们这里使用的是 就8比特的一个定点数 然后不是浮点数 然后另外一个是 就是我们就支持多个这个数打包传输 就一个8比特的就 就我们那个 就是那pci 或者我们axi 那个传数据的就比较大 那我们就是把它就好几个把比特合在一起打包算数 我们就叫它这个算数 叫block in 或者block out 就是一般取16 就相当于16个channel一起 一起放进来 然后打包 然后一起进去 然后再在我们的 就是我们的微架构上去计算 然后所以就是这两个就是跟我们原先的那个learning5有略微不同 那总的计算流程是一样的 然后这里就是把这些呢就是参数进行设置 然后并打包 就是 比如说这上面的参数就是那个kernel的这个框和高 然后这个是我们数据的范围 然后这个是迟化就是做就是22的mac的迟化 然后把这些参数打包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它传到我们的这个 就veric lab里面 就是我们把它弄成一些库 然后就是把这个参数传进去 就一共做了这几个步骤 第一个是convolution 第二个是shelf的clip shelf的clip做什么呢 就一般的就是定点整数processor里面都要做的就是定点整数的normalization 就是先把它就是shelf的移一下移一个把尾 然后再把它截断一下 就截断成我们这个数据范围内的 另外有个区别就是原先的那个lenn5呢 它是用sig mode sig mode它的就是计算是e的那个x次方 就不太好上我们就改成了这个旅路 旅路的话就是比一下它大于零就行 然后最后是做迟化 迟化之后会得到这个result tensor 就这里这一步呢就我们这一个stage它做的计算图的就是部分 然后这里可以看一下这个例子 就是我们调了那个我们的lab里面的一个convolution 就是2d的convolution之后 然后它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就是这里这几个参数呢 就是bo就是batch就是p 然后co就是out channel就是外部的那个channel 然后i这就是wise and height 就是它的框和高 然后这个bi呢是就是就是in的channel 就反正它也是channel 然后这个ci ci是in的channel 然后bi是innerbatch 就反正就是真度学习的那个tensor 计算里面常用的一些参数 然后这几个是那个它里面的就是channel的这个 宽度和高度之类的 还有那个channel的数量就是 对比一下就是下面的这几个数就变成了这几个 然后1的我就不显示出来了 比如说就我们知道the name5 它的这个output channel就是就是6 然后它的那个做完第一层就是32x32 变成28x28 所以它这个iJ就是0到28 然后在里面的就是做卷积的部分 就是就是它那个第一层做的卷积是 就是它的坑头是5乘5的 所以这里就是5乘5 然后做做个16次 所以就是5乘5 然后这是乘以16 然后它做的这个东西呢是 就是卷积 然后它有一些数据的拼音量 反正最后 最后用这个计算图生出来的 生成出来的就是就长这样的 这个就叫做tomi 我们最初的目的是把这个变成 我们的那个微架构认识的一系列指令 所以我们这里原始的东西生成了 然后我们接下来要看我们怎么样子 把这个东西变成指令 我们先看看我们为什么要做一个调度 就是我们这个这个东西直接变成指令 不就好了吗 但是它肯定还是有问题的 问题在哪呢 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就是这个slem 也就是这上面的 我们叫它on trip memory 的东西 就是原先那个图上在那个大的计算核心上的 一些小块的memory 它的这个size是非常有限的 就片上是有限 所以它有一个就是limit 所以就是要根据它的限制做调度 就比如说我们刚刚前面给的那个IR 它那个循环不是有很多层吗 然后每层就数有很大 那它就就它算出来的中间结构 我就不够放在这里放就不够放了 那我就必须把原先计算图做做切封 比如说原先一个计算图分成三个计算图 然后把它分了之后的小计算图 才能放到这上面算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我们这个硬件 就是提供的这个接口是有限的 而且是它的种类是确定的 就如果你们有用过汇编之类的那个 经历的话就会发现就是 就是我们一开始写 就是那个图转换的再好 它也不是被那个CPU或者GPU这样子的硬件认识的 所以我必须要把原先的那个IR做一次变化 变化成我们的硬件认识的IR 所以就是这两个就是我们做调度的动机 然后根据这两个动机呢 我们就有这个调度的这个方式了 调度的过程大概就是我们把它整理成库 大概就是这样 就第一步是我们通过一些函数 然后得到这个呃 调度方案就这五个数 就是就被称作调度方案 然后第二步就是把这些调度方案给打个包 就就还有那个原先的计算节点都打个包 就是这这些呢 就是第一个stage0 它的所有涉及到计算节点 而这些就是后面要做那个呃 它有所有涉及到的参数 然后把这个这个参数传到我们这个呃 呃它有这个函数里面之后 它就会把原先计算计算图按照刚刚的那个 呃可以放到硬件上的那种切切割方法把它进行tile 然后进行tile之后 我们就会变成一个新的计算图 但它能量是tumir就是那种表示 那我们就要做一个叫做lowering的东西 就把原先的IR就降级 使得它支持更底层的这些API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显现展演这几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呢就比较直观 就怎么样子获得这个schedule 首先我们之前画了一个图 就图上有三片slum 就是on-trip memory 然后它在同一个stage分配 那它就就是不能超过它 它这三块slum的代小限制 那这个方法也比较简单 就是我们根据workload 就是workload 就是之前那个所有shave 然后kernal shape的这个参数的一个总值 然后根据这些参数他们所有都是一个整数 但是整数有什么特点 就是它有因子 那我就把它所有的因子排列组合都列出来 然后都列出来之后 排出其中不合法的组合 不合法组合主要就是超过这个 这个片上内存限制的组合 然后排出之后 我们剩下一堆的结果 那我们就可以始终找到最优的结果 所谓最优的结果就是它的那个内存的这个移动 就是在on-trip memory和off-trip memory之间移的最少的 这就是最优的结果 然后得到最优的结果就是这五个参数 这五个参数之后就是做tiling 比如说这是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得到的是这几个数 可以看看这个红圈圈里面的 就是这个co co它原先是6 然后我们得到schedule它是2 所以它在这里就变成2 然后在这个整个的外面会有一个for循环 就for0到3 然后就相当于这个计算图它被缩小了 然后重复了三次 然后这个h也差不多 反正它就变成了一半 然后它这个这里它具体是怎么实现的 就是这个函数就是spread 然后就是把原先的一个 比如说原先这个叫oc oc这个一层for循环 然后它按照ocblock就是这个or 按照这个or给切封了之后 它就变成两层循环了 一层叫ocout 一层叫ocin 然后变成两层循环之后 它的这个顺序就不太好 让它整个都放到外面 所以我们要做一次旅out 就是把这个切过的结果 就是这些叫out的全部都放到外面 然后所有叫in的都放在里面 就是这里 就是这里有四个out 就是切了四刀 然后后面有一大堆in之类的 然后再加一个computer at 这个是computer at x0 就意味着就从x0之后 就是在我们这个这个循环里面 然后所以这里就是从这个 应该是从这个b binner开始 然后但因为它是1 所以不显示 所以这里就是在下面 就是它就从那个ocinner开始 然后这个就是这个tiling怎么做的 就是我们之前得到了tiling的这种 最最优的调度方法 然后根据这个调度的结果 然后去真的把这个图子切封 就切成这个样子 然后重复很多分 但是切封之后 我们还是没有得到我们的 可以转化成硬件指令的这么一个东西 那我们还要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rowering rowering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state scoff 就是之前所有的那个scoff 就是所有的那个就是buffer 都被认为在global上 global是什么 就是obtubememory 或者叫它delume 然后但是我们实际做的过程中 是要把这些东西 放到我们的on-tubememory上的 所以就要把它这个 这些buffer给state scoff 就是设置它的作用域 就比如说我们这个data buffer 就是读我们就是一层网络的那个数据的 然后这kernel buffer 就是读一层网络的那个kernel的参数的 然后所以它们来就放到各自的那个sleum上 然后后面的那个就计算结果 比如说比如说齿化 齿化之后它不是有一个计算结果吗 然后它就放到这个就是这个acbuffer上 就一共三块 就按照那个计算的那种那种事实的实现 就把它放到这个对应的这个buffer上 所以它原先都从叫global 然后就变成了这里叫什么local.input buffer 之类的东西 然后这里把这个buffer放完之后 我们终于可以开始装指令了 那我们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有两种方法 它们是一致的 一个是叫pregma 一个叫tensorize 它的做法 它的就是把原先的计算图 变成这种API 就是这种API 是对我们的 更加底层的那个编译器 会认得的 就是会认得这些API 就跟原先计算图已经长得不一样了 原先计算图只描述计算 到这里就是变成API了 它大概就是在这里比如说 这个这个计算节点 我告诉他 他应该用这个gm这个行数来算 那他用gm这个行数来算 他就会根据这个IR变化的一个rule 然后把原先计算图变成这个样子 就是变成这个带这个API的样子 然后有了这个东西 我们就可以生成指令了 就终于到我们指令出现了 就是 这个东西就是经过一个叫做 just in time的一个指令生成过程 就是走这三个行数 就从上到这里再到这里 有这里面有很多细节就不提了 就反正他走这三个行数之后 就从这边的这个叫做API变成了真正的指令 就是比如说 这是一条我们刚刚的卷积的一个一个那个 转换之后的描述 那一个卷积我们是放在哪里算了 放在一个叫做gm的单元就是乘累加7上算 然后他这个就比如说这 这里的这四个常数对应的就是他外部 外部的这个 路幅他的这四个常数 然后他生成的这个微指令呢 就是有5成5成28共700个 共700个就是就是他展成这个样子 然后他是放在这个 就是所有的这个红就微指令都放在同一个数字里面 他就放在这个数字的第28到第728位 就共700个 然后到这里为止我们所有指令都生成了 那我们生成之后自然是要给我们的这个微架构了 那我们怎么给微架构呢 我们就直接把它存出来 就是指令就被存到这个指令的这个binary的文件了 然后那个 那个他的那个数据 数据我就存到这个就是data这个文件里面 然后就可以把它存出来之后放给微架构用 当然在这之前呢 我们可以验证一下这指令对不对 那我们就是用右边这些行数 这是tvm 里面自带的这个叫station 的东西 就是可以把这个 就我们原先写好的计算图啊 调度啊都都都都整合成一个行数 f 然后跑一跑 他最后得到结果就是这个 stage 2 nd 然后得到这个之后 然后这边是一个从python实现的一个 就是我刚才做的事情 就是the net of five 的五层的一个结构 然后这里会出现最后会得到一个值 就是stage 2 c5 然后把这个值和我们这个 函数模拟的指定对比 如果他一样的 至少在这一步就可以说明我们这个 这个生成指令和数据都是没错的 然后接下来就是回到我们这个微架构部分 这部分有问题吗 any questions 好的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就是为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veric 项目的一个架构 这还是刚才我们这个图 刚才一江的pt里面 我们通过刚才他介绍的编译后段的工作呢 我会生了一些veric 指令流 还有一些数据 那这些数据呢我们通过一些 比如说一些总线 然后再传入到我们这个微架构里面去做运算 具体我们这个 整体的 部署的平台的一个抽象呢 大概是这个样子 就是 这个的话就是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这个核心的微架构 然后首先呢 我们在这个PC端 host端呢 我们先在这个host端 比如说用C 或是加加HoroblCL 然后是在SDXL的host端上面 去把比如说一些 data啊 还有一些指令啊 等的一些数据程式打包放好 然后呢 这儿通过 比如说我们这个 要熟悉硬件的话 同学的可能会知道 我们通过T3E的话 就是 首先发送到device 就是kernel端的 这个 DDR上面 然后DDR上面之后呢 在kernel端数据已经达到kernel端的DDR上面之后 我们这个微架构就开始去工作 它首先呢 去通过AXI总线 去从DDR里面去夺取数据 夺取的数据 放在片上的ram上面 经过计算 计算之后 结果再回传到DDR上面中 然后DDR再经过这个相同的3E 3E这个插槽 然后是传回到host端 那此时我们就可以在PC端拿到最终运算的一个结果 OK 这是大概一个抽象的模型 那么具体的话 我们这个微架构在板上 大概如这个图锁式 这是一个IPG的开发板 可以看到 这是P3E插槽 我们这个微架构呢 就部署在这个开发板的芯片上面 然后呢 这些都是DRAM 那 表现数据现在已经存到了DRAM上面 那么首先呢 我这个微架构 就是通过batch和dispatch模块 去从DRAM里去取指令 取完指令之后 并对指令进行解码 然后分发 分发到三个不同的模块里面 比如漏的模块 漏的模块 就根据指令里面一些特定的bit数 然后再去DRAM里面去存 我需要去取我需要计算的数据 需要计算的数据呢 会放在 电子上的三个SDRAM上面 就刚才一张里面提到的 它要根据SDRAM的限制去做piling 而数据XU的呢 就是计算模块 就会读取平常的数据 去做一些计算 计算结果 我们这个XU的里面 现在支持Tensor级的一个ALU计算 还有矩阵程的一个GMI计算 然后具体之后 现在正在扩展性的功能 以后我会具体的介绍到 然后计算结果 放置在SDRAM上面 然后端上模块 读取这个片上的结果 然后再回上到DRAM DRAM呢 再通过这个插槽 然后再回上到host端的一个CPU上面 就是整个一个完整的过程 那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你这个V架构上每个模块 它需要做的事情 那Design模块的话 刚才听我介绍就是 它要去读取指令 所有的指令 它就先进过这个模块 进过这个模块呢 然后对指令进行解码 然后进行分发 到底这个指令做的是什么事情 那分发到不同的模块里面 然后这个模块 包括所有的模块 我们利用CHISO开发 就是保持完好的扩展性 就是说我们现在支持 现有的指令一些解码 对吧 我还可以根据 比如说你这个Viric已经好了 已经开源了 我想添加新的飞机 我想添加新的指令机 没问题 你就拿着扩展就可以 包括现在已经有老师 有课题组来找我们合作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这个之后会提到 会把圆码的地址放出来 这是Dispatch模块做的事情 然后load load的话就是 刚才我提到的 就是load指令的话 就是Dispatch 首先对指令进行解码 然后比如发现 是load的模块 是load指令 那把load指令传送到load的模块 load的模块再根据这个指令 去做其他未遇的一些解码 然后去得到我要去取的数据 在DRAM上的一些具体位置 偏移量等等 去数据量大小 然后通过计算 然后它去通过SI总线 去DRAM里面去取数据 然后并传存在片上的srun上面 这是load的模块 大概做的事情 说的非常的简单 但是 其实代码的话 大家看一下 还是比较多的 然后这是核心计算模块 sq的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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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就是制成 向量计算部分 就是我们的alu部分 然后呢 矩针计算是gn部分 然后现在我们正在做的 就是也是跟其他老师合作 就是要在sload里面去扩展 Systotic Array 就是GPU里面的一个 极限的一个比较经典的架构 而这个集成在sload里面 去扩展它的功能 扩展它的功能 并且相应的扩展一些指定题 这是sload 然后start模块的话就是 把sload计算 得到的一些结果 然后从start模块 读取计算的结果 再回传到DRAM里面 因此时呢 就是回传完 回传结束之后呢 host pc端的host 会从DRAM 去把结果再回 读取回到pc端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在屏幕上 去看到一些结果 好的 就是刚才抽象的介绍一下架构 然后抽象 然后再简单的抽象来说一下 没有模块具体做什么 那么 这块的话就是刚才也在p里面出现过 这块就是具体我们这个代码 部署的一个形式 首先呢 我们再用 Zilinx sdxl 去开发环境 然后在host端 用c++代码 去把一些 编译后端得到一些指令和数据 我通过psie 放到 线上的 DRAM上面 然后呢 我的这个V架构呢 从线上 从这个DRAM里面去读取数据 和读取指令 到线上的一些层属 经过计算 再放回到DRAM DRAM再返回的 这个host端 整体是这样的 嗯 好的 那 介绍了我们整个一个架构呢 我们再介绍一下 我们在这个 项目里面 除了提供一个整体的 处理器的 基本架构之外 我们还做了一些额外 额外的一些贡献 就比如说一些非常实用的 CHISO的工具库 就比如说这个DRAM simulate 呃 我们在正常开发 在原来最开始的开发过程中呢 我们使用了第一种方法 就是说 在SDXL环境里面去做debug 比如说呢 我这个模块 对吧 我肯定是要放在板子上 板子呢 是插在这个 我的主板上 插在主板上的PCIe口 然后去跟host的连接 然后 但是我的V架构呢 在这个kernel上面 是要通过kernel上面 这个V架构是在kernel上面 要通过SI 去 从DRAM里面去读取数据 那最开始我们做的方式呢 就是 我把这个CHISO模块 我开发完了 然后呢 我把它就是转换成viral语言 转换成viral语言呢 我就再给它跑在 这个SDXL环境上面 然后去看有没有什么bug 然后去看它的波形 然后一点点找问题 那其实第一种方法的话 就是比较原始 然后比较慢的一个方法 就是因为SDXL 它这个软件 它启动的时候是比较慢的 这还是在服务器上 在个人PC上 那就会更慢 那像我们提出第二种方法 就是说我们继续CHISO 我去写一个DRAM simulator 我把你所有的功能 你其实就是一些数据存储 然后一些这个信号的一些交互 对吧 你给地址 然后给地址 给数据长度 然后如果你有的话 你就返回这些数据等等 那我们通过 就是通过这个 以DRAM simulator为例 就是我们继续CHISO 去开发一个simulator 去完成这个DRAM simulator的一个工作 这样可以更方便更快捷的 去debug问题 然后除此之外呢 这块就是我们这个 大概一个代码 嗯 这是DRAM simulator 这是点头模块 然后这个 difthis 这是一个 这是类似于一个 购度函数的一个功能 这是scala一个功能 然后这块定义IO等等 这块RAM的话 比如说我生成 这其实就是CHISO的功能 就是说我生成一个memory 对吧 memory里面我放 比如说memory多宽多深 然后我放一些数据 然后这个CHISO也有一定的语言 也有一定的API去支持 直接从文件里面去读取数据 放到mem里面 等等呢 我去模拟这个整个 DDR的功能 我们就是利用这个 就在CHISO的基础上 我直接去做一个simulator 而不是说我每次 我设计完 然后我翻译成Wirelog 我在实际环境中 我去跑一下 然后再找问题 现在这样的话 就是加快了开发的进程 debug的进程 除了DRAM simulator 我们还开发有其他模块的一些simulator 和其他的一些 非常好的那些工具 开源出来 然后是以来吸引更多的开发者 来加入CHISO 加入米街开发 加入开源硬件这个 这个社区里面吧 好的 这里的话就是现场练习 本来我们打算的话就是现场给大家 就是我们的服务器 虚拟机已经打好了 给现场大家就是简单的练习 但是可能 但我们会把这个PT 一会儿我们想的意思就是说 要不我们 我们在以后建个群 然后把PT放在群里面 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随着问 然后随着会下交流吧 OK 那我们先来大家看一下 这个简单的练习是什么样子的 就是在说之前呢 我在把第2页 还是第3页的一个Skala 期数混合 交流的一个代码给大家示例一下 就是说 这是点子模块 然后在里面呢 像这些list 还有map 其实都是一些 刚才给大家介绍过 Skala一些基础的一些 数据结构 或者功能 然后呢 比如这个new adder 这个module 这个其实就是 期数的一些硬件模块的 一个生成的一些 一些原语吧 可以这么说 这块的话 我们就生成了一个整个 其数的Skala 混合调用的一个 实力 然后简单介绍一下 其数开发的一个搭建 然后在linux上面的话 就是 这其实在github上 这个freechips project 已经做得比较清楚 然后在windows上面 它也有相应的一些 搭建的流程 比如说 这个intelligence IDE 这个可能用过 使用java 或scala一些朋友 应该会比较了解 也是基于这个intelligence IDE 然后下载配置的时候 安装这个scala 然后下载项目模板 这个项目模板 这个项目模板的话 就是七色的template 这里面的话就是有一些 必要的一些文件 这个在template里面都有 我们只需要根据这个template 去添加我想要实现的 一个功能的文件就可以 然后导入相模模板 就导入这个文件 然后走到第三方 根据这个里面配置文件去下载 自动下载结束 就可以进行开发 这是本来想就是现场运行 现场就是demo 那种鞋代码的话可能 给大家就是安装啊 或者这类的一些事例 嗯 OK 然后 这个AWS上面的虚拟界也打好了 然后 当然这个可能时间可能也来不及 那之后的话就是下门之后 我们再来 根据一个例子来具体 大家下来 之后可以再把环境搭起来 去采放一下 而这里的话就是给一些 比较常用的一些命令 就是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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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基于SBT来进行编译嘛 然后这是一些 比如说 这个命令 就是test的命令 就是说我一个模块 我要进行test 这么一个test的命令 然后这是 就是remain 然后正好去形成bredo的一些命令 嗯 OK 这个的话就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吧 就是也不要我们现场demo了 现场现场code了 就是 正好我们实现了一个AXI协议 AXI协议的话就是 它里面有五个channel嘛 Timechoice Bacon 通过这五个channel呢 adaki 他们确定地址,确定取数据的长度 或者写数据的长度 然后再回传数据等等等等 就是我们在这个 包括这个圆码也放在这个 横程起制的开源 这个iHub上面 大家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 这是AXI的实现 然后呢我们又把这个AXI 可以看到这个 这是基于七组开发好处 AXI我实现了之后它是一个类 对吧我想用呢我直接在这个 这个object里面 它这个生存函数里面 我直接把这个类作为参数传进去 然后我就能在这个参数 就在这个类对象里面去调用 然后这里我们就实现了一个 对AXI去进行 访问的一些 函数和一些代码 比如说这个start start的话就是开始就是我要去访问 开始做一个启动的信号 然后这儿read的话就是 就是我要去读了 比如说这块的话就是 这块就是比如说一些状态判断 这块就是读的地址 读的长度等等等等之类的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代码档下来 就是可以再参照一下 那这样的话就是不用现场写代码 那我要介绍的内容基本就是这些看一下 有一些小板子其实我们后面在群里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 就我们现在也在找 有些小板子可能就两三百人民币 这样的话大家其实是可以接受得了 如果是上FJ云的话其实有点贵 大概是十块钱一个小时 有AWS的话它可以按小时按按分钟计费 会便宜一点就大家能害怕把机器灌掉 有几毛钱 大概是这个的 啊好像是 是那个是因为芯片比较小 而且它的那个布线架构它好像是比较公开 就所以那个是可以拿到 然后Sylux它其实是 它开源了一个叫RapidWrite 就大家可以重理 就把那个综合布局布线来修改它的结果 然后综合和布局应该都问题不大 布线其实没仔细看过 而且的话就现在没有工具 它只是开放了这个有可能 开放工具的这个 就在一种应用平台 对对 就我们把FJ就是当成那个可重构嘛 我们就把电路弄到FJ上面 啊对对 我们是有兴趣的一天 就可能一开始是IoT吧 对对AIoT 这样的话就是有 我不一定需要所有权的功能 就是针对一个场景 就是针对比如说我 可能就只跑两三类网络 就对那两三类网络做优化 就不是一个general的AI可重构 小的话就可以做小 就反正有些可能也大 但是我场景可能就是一两种网络 它不是所有的 对 那个有点挑战 对 怎么说呢 就理论上能做到 它性能会特别差 然后现在的话就是 因为华为它布的那个升腾910 它就把很多很贵的技术 弄到芯片上面去 所以要弄芯片 就真的要做训练的话 可能就是 你要花很多钱 把一些比如说3D的memory 就往里面堆 这样才有可能 就是比得过这个市面上能买到的 所以目前我们没有想那么多 就除非特殊场景 就我们可能就一两个例子 那种增量式训练 有可能的话就 我们会看一看 就会去 大家都加群了吗 那其实很希望后面能 收到大家的消息 就是Mario说 就是大家都来都来了 其实可以试一试 就我们可以试一试 就是万一这个问题太大 那其实我们也可以有更多feedback 就后面怎么把这个一开始上手的 把它弄得更简单 那我们现在还是按原计划 就虽然有点晚 那大家就有兴趣的话 可以试一试 I would like everyone to give a big of applause to this team and to everyone who presented here